打到正赛的第一轮 这也是尽量原来刘松最好的表现 其实在威尔什公开赛上 刘松还是有着不错的运气的 并且在威尔什公开赛上 刘松创造了一个记录 因为在04年威尔什公开赛 他闯进了正赛的第一轮 也是第一个打进排名赛正赛的中国选手 除了傅家俊以外 他是第一个打进正赛的内地选手 所以他要下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左赛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赛的力度要不够 撞到了五分球的话 直接就漏掉了 嗯 嗯 嗯 撑一下 摔带了 好 这算不 響鐘 響鐘 哎呀 还是露 右边那个也露 这刚有点过头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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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非常轻的推 那颗星弹起来之后呢 可以要黑球 对 因为他在考虑的方向上呢 跟右手拳手是不一样的 像刚才那个位置的球呢 他得到左边的台边去打 会比较顺手 他实际上那个五分也是走大 一个case 很漂亮的一个case 做到了 哎 黑球右边这个应该有下球 对 应该是正好有下球 没有吗 起来多一点点 对球呢做好准备 如果黑球没有 掉头打六分 六分也ok Stone过来 25分 如果刚才没有的话 现在依然应该是没有 会打底下这一颗 对 哦 真的正好没有 厚了 没有了 25分 主要的很多精力呢 要放在去kiss这颗红球上面 切这根球也不好切啊 这是一个带外球 看上去离带口很近 但是也切得非常非常薄 帅 好 打得很薄 好 这球还好是吃了一下右侧的带脚 弹了起来 如果是闷在了这个下面的话更难打 如果是闷在了这个下面的话更难打 不伤 不伤 好球 这个球很有战术价值 虽然说没有打完 但是落到这个点上还是不错 会让对方挠到头的 左右两边做安全球的线路呢 都不是太明朗 嗯 右边首先没有了 左边也没有了 中间都看得到 但是不能打 打 解球 两颗星 好球 解得非常漂亮 不过 有点 太阳 可以再做了 对 多分 太阳 太阳 考球 还是去到同样的地方 这次形成掉球了 但道理是一样 对方还是解球 这次可能力量小了 漏了 这个球把红球踢上来之后 反倒是不漏底带 感谢观看 5分 差一点 其实这5分打走之后 还是对球队有一些影响的 如果这5分在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评论 我先看就知道这5分打走之后 我再说了 这个球队